国中教育会考考试事办的第一天 考了自然、英文、国文跟写作测验 跟国中计策不同 除了加考英文听力测验之外 试题也比较难一点点 就像以国文来说 考生反映着古文题目不少 白话文又长 写起来有点不太顺手 至于写作的测验题目就是 从那件事件中 我发现了不一样的自己 选择参加试办国中教育会考 学生们要增加实战经验 也想了解自己的程度 第一堂考自然 地震发生与核电厂停机的重要时事 也放入题目 题目比较基本 没有什么变化 考生觉得自然有够简单 但国中老师平息 和去年基测自然科相比 其实稍难了一些 以前基测并不会转那么多弯 而这次他有些题目 必须要转一下概念 然后你再去判断 台师大新测中心先前 已经表示会考试题难易适中 比基测的中间偏移还难 结果学生说英文和国文的情况 的确如此 文章太长 都一页 白话文也一页 一整页 然后就会 懒得看 文章很长 可是空格很小 就有点花时间 至于首次加考的英文听力测验 不少学生认为题目很基本 但也有人认为程度不好的根本听不懂 平常老师的听力的训练 足不足以应付这个英文听力考试 够吧 身为末代基测考生 有学生庆幸自己不用参与十二年国教 因为以后成绩只有精熟基础代加强 是否真有鉴别度 而如果权队和错两题都算精熟 又算公平吗 请教会沈志明 易磊琪 台北报道 请教会沈志明